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其中的一个醉醺醺的混混过来挑逗翠西 卡梅龙并没有发火 晚上下起了大雨 酒馆打样之后 卡梅龙和翠西准备驾车回家 挑衅卡梅龙的流氓出现 还带着另外两个帮手 卡梅龙慢慢走向他们 其中一个流氓扯下了他的徽章 他并没有出手 一直在被打 翠西跑去酒馆喊人帮忙 突然其中一个流氓掏出匕首准备刺卡梅龙 他最终还是还手了 三人都被撂倒在地 受伤的卡梅龙喊着妻子的名字 认罪就可以减刑 但卡梅龙怎么都不肯认罪 宁愿坐十年牢 法庭宣判 卡梅龙犯下一级过失杀人罪 由于曾受过军事训练 反击能力可以置人于死地 所以判刑标准与常人不同 刑期不得低于七至十年 在服刑期间 卡梅龙经常和妻子通信 妻子也经常寄包裹给他 他们也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表达对对方的思念之情 妻子寄来的椰子蛋糕 让他和老友娃娃脸成为默逆之交 卡梅龙服刑期间不间断地锻炼身体 学习 卡梅龙的假释申请已经通过 娃娃脸要转移到新监狱 卡梅龙担心没人照顾他 娃娃脸安慰着 两人的感情很好 卡梅龙难掩要回家的兴奋 老鸟号 这就是传说中的空中监狱 第一个下车的囚犯 被威廉绰号坏比利 他抓到老婆偷人却不杀他 反而开车到岳父家 杀死他们全家大小 甚至连狗都没有放过 第二个 纳森琼斯绰号钻石狗 黑人牛鸡队前任首领 曾炸毁全美枪械协会 并声称他们代表最低劣的白种人 服刑期间写了一本书 叫狗眼看人低 第三个 塞勒斯绰号致命病毒 39岁已经坐了25年牢 服刑期间获得两个学位 包括法学士 曾杀死11名牢友 引起三次暴动 还逃过两次狱 自称比癌症更致命 第四个 乔帕克绰号弹球 多起抢劫纵火案的制造者 还有吸毒恶习 由于飞机上不予许带枪 更肯偷偷在威力的脚踝处 藏了一个袖针手枪 塞洛趁警卫不注意 偷偷的从手掌里抽出一根针 钻石狗纳森也同样的 从手掌抽出一根针 飞机已经起飞 纳森和塞勒斯镇定的翘着手铐 弹球从嗓子里 掏出一个什么东西 是火柴和一小罐油 然后把油倒在旁边的 酋长身上并点燃 必须把弹球拉到一边之后 打电话通知驾驶室 驾驶室拉起警报 弹球趁乱撬开了内色的龙门 趁机抢到腹机师的手枪 打死了腹机师 从而控制了飞机 对大家说 欢迎来到空中监狱 犯人们被陆续解开 手铐脚铐 强奸犯乔尼23 准备对毕警官施报 被卡麦伦制止 本来就对强奸犯痛恨的塞勒斯 也站在卡梅隆一边 不让乔尼23胡来 这是卡梅隆第一次和塞勒斯的接触 随后威力警官按耐不住 劫持了弹球座 人质威胁塞勒斯 在一旁的卡梅隆 本想帮忙缓解局面 却误打误撞的给塞勒斯帮了忙 威力警官被击毙 卡麦伦得到了塞勒斯的认可 经历了一些烈的事件后 为了救娃娃脸 主角开始行动 借助飞机中途更换犯人的机会 卡梅隆和娃娃脸准备充当被换犯人下机 不料娃娃脸是黑人 不符合换人要求 谨慎的塞勒斯还把被换犯人的嘴都封住 使得卡梅隆下飞机就要大喊求助的计划失败 卡梅隆再次做出行动 把威力身上的录音机 趁机放在了被伪装成犯人的预警身上 试图让其他预警发现 塞勒斯成功完成了犯人交换 两个特殊犯人按照计划登记 一个是毒枭之子辛迪诺 一个是会开飞机的犯人 另一方面 文斯在塞勒斯监狱房间发现了飞机平面图 最终发现塞勒斯的阴谋 不过为时已晚 被塞勒斯成功逃脱 卡梅隆的计划再次失败 会开飞机的犯人 把飞机跟踪器拆掉 被弹球放在另一家观光客机上 弹球因为炮妞没有赶上飞机 在追赶飞机的过程中 被卷进飞机轮子 塞勒斯在监狱留下了自制炸弹 差点要了文斯的命 再次表现了塞勒斯的聪明和严谨 邓肯警官得知 威力死在飞机上的消息 和文斯发生了争执 意见产生了分歧 不顾一切要追上飞机 卡梅隆从塞勒斯口中 得知换机的中转站 利用弹球的尸体 把消息传递给文斯警官 文斯发现 邓肯追踪的飞机信号 和卡梅隆传递的信息 正好相反 一直怀疑卡梅隆身份的疯子 比利发现了 他是自由人的信息 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卡梅隆最终杀死了比利 邓肯警官追踪飞行信号发现 并不目标飞机 重新赶往换机地点 文斯开着邓肯的豪车率先抵达 发现飞机随后降落 暗中观察 卡梅隆想带着娃娃脸和B警官逃走 娃娃脸的糖尿病发作不能动 卡梅隆要给他找针管 下飞机组织了钻石狗杀警察人质 被塞勒斯听见 卡梅隆怀疑毒枭的对话 促使塞勒斯改变计划 把陷入沙地的飞机拖出来 卡梅隆寻找针管 意外发现毒枭为儿子准备的私人飞机 毒枭手下准备干掉卡梅隆 文斯突然出现 卡梅隆借机放倒三个毒枭手下 卡梅隆和文斯终于见面 互通信息 文斯也把他见到卡梅隆妻子女儿的事 告诉了他 卡梅隆不能放弃朋友 继续为娃娃脸找针管 两人分头行动 毒枭儿子趁机偷偷跑到私人飞机的仓库 想独自逃跑 被文斯破坏了 飞机拦截成功 塞勒斯点火烧死 出卖自己的毒枭儿子后 开始排兵布阵设下埋伏 准备对付文斯叫来的增援部队 增援部队赶到 中了塞勒斯的埋伏 双方交火 互有伤亡 文斯也加入战斗队伍 此时卡梅隆找到了针管 不顾安危闯过 枪林弹雨回到飞机 给娃娃连打针 上飞机前 把绳索拴在柱子上 塞勒斯等人撤回了飞机上 飞机起飞 卡梅隆等人无法逃走 邓肯赶到 错过了基站 他和文斯乘坐武装直升机追赶 开始卡梅隆的身份 被钻石狗发现 并报告给塞勒斯 塞勒斯以避警官相威胁 逼出卡梅隆 娃娃连此时挺身而出挡了一枪 正当要对卡梅隆动手之时 文斯和邓肯的武装直升机追了上来 塞勒斯和手下急忙应对 双方对射 卡梅隆被娃娃脸中的这枪激怒 即使胳膊中弹也毫无畏惧 控制了驾驶员 并成功劝说邓肯不要击落飞机 塞勒斯发现 卡梅隆是内奸 没有直接把他打死 非要逼他自己站出来 飞机在拉斯维加斯的闹市区 强行着陆 塞勒斯被眼前的局势 搞得失去理智 拿枪直指卡梅隆 并对其女儿进行威胁 飞机螺旋桨 坏损飞进机内 让卡梅隆逃过一劫 飞机停文 警察蜂拥而至 控制犯人 娃娃脸被送进一户车 毕警官也和卡梅隆道别 塞勒斯和钻石狗等人没有死 乘着消防车逃跑 被卡麦隆和文斯同时发现 不约而同去追赶 经过一段精彩色追车搏斗戏之后 最终坏人们都收到了惩罚 卡梅隆在四处张望 看到了翠西 天知道卡梅隆经历过什么 一个硬汉 在家人面前仍然是那么柔软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片尾 一个赌场贾兰克林 改头换面 重新开始 逍遥的在赌场中 赢着大把大把的美金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